就是因為問題下的問題不對啦 因為剛剛一直 因為我是直接拿這邊來改 我剛剛看了一下 請幫我改 我忘了把它改成什麼 請幫我撰寫就好了 或者請 或者甚至 甚至我後面就連請都不請了 請還算客氣了 就幫我就好了 幫我寫就好了 這樣不是很直白嗎 我本來會寫請幫我撰寫 我想說 鑽寫跟寫的什麼差別 沒差別 就寫比較快 幫我寫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後來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如果你講的太 太少他會不懂 OK 不過好像他也會懂 但是 翹地畢有個缺點 就是他不懂他也會裝懂 OK 他也會給你答案喔 OK 所以你要 所以盡量還是能夠看 不要說 你講的太簡單 而造成他 不懂 但是他不懂 他不會告訴你 所以我為什麼會一直強調 他回應的內容 有沒有 所以你剛剛我一看 我就知道不太對了 有沒有 請幫我 所以這邊我剛剛漏 所以變成 為什麼他後面會多這個東西 那表示說 他 理解錯誤 理解錯誤 我剛剛我沒有發現 原來是我自己複製貼上 沒改 所以應該是我的錯 不是他的錯 所以 我怎麼以為他是不是當機 還怎麼樣 不是 其實是我們的錯 那最後的話 我是希望說 能夠再加兩個按鈕 OK 那所以加按鈕怎麼做呢 因為 畢竟 你要執行也並不會很困難 頂多就是在這邊有沒有 直接按一下執行 執行是這個執行 OK 所以這個按鈕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執行某一個SUB的話 你只要在他的SUB跟SUB中間 任何的地方 游標放在這裡 他就執行這一段 這一段SUB 所以如果你要執行他 執行 這樣就有了 那如果你要執行清除 你就把游標放在這個SUB之間 按一個清除 這樣就OK了 雖然也方便 可是其實就是 不可能每次我都打開開發人員 然後再把它執行 這太麻煩了吧 所以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當然還有其他的做法 巨棋有沒有看到 巨棋裡面也有 手機跟清除 這邊執行也可以啦 有沒有 其實以後如果你看到 所謂的巨棋 你可以直接把它轉換成叫SUB也可以啦 因為我覺得SUB其實就是巨棋 因為像錄這巨棋錄下來也是SUB 那不然你就乾脆叫SUB就好了 只是說因為他的翻譯的關係 他把它翻譯成SUB 有沒有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什麼的巨棋 你會發現台灣這邊叫巨棋 那對岸叫什麼 對 你怎麼這麼厲害 因為我沒有看過那個 對岸的影片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這邊叫巨棋對不對 那他們就翻譯成紅大的紅 可是為什麼叫紅 紅大的紅有沒有 我覺得很奇怪 紅 為什麼沒有一個紅 這紅什麼 反正就是巨棋的意思啦 所以以後你看到對岸 如果他說VBA的紅 你就知道VBA的巨棋 或者是SUB就OK啦 只是說名稱太多了 所以大概會有這種問題 那不管啦 之後也有可能會發生說 那個ChurchBD 他出來的程式會是簡體的 而且也有可能 他的那個敘述裡面 他也會是簡體的敘述 或者是裡面會出現什麼紅 就是用 他會用對岸的用語 這個也不要覺得奇怪 因為他學習的 因為AIA有個機器學習的內容 其實可能是從對岸撈過來的 所以他把它記下來了 那當然這個是有會發生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不要覺得很奇怪 OK AIA有可能會英文的 除非說你可能 將來可能在最後注記一下 請給我繁體中文內容 他就知道你要繁體中文的 他就避開這個簡體的 或者英文的 OK 大概會有這個問題啦 那最後呢 我們就把按鈕加上去的話 記得從開發人員下方不是有插入 那插入的地方 當然你要增加按鈕的方法 有兩種 一種是表單控制項這邊有按鈕 一個是Active控制項的按鈕 那我不建議你用下面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可以加按鈕 只是比較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用這個 你還要再寫程式 OK 這個的話不用 直接指那個Sup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我們當然用比較簡單的 一先點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按下去 二的話呢 請你在右邊空白一處 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有點像小畫家的那個矩形 有沒有放開 多大多小你自己決定 大概這麼大放開 他會問你說 將來這個按鈕你要連結到哪個Sup啊 有沒有聚集名稱 其實就Sup名稱啦 所以我講說如果你看到聚集 你直接把它轉換成Sup OK 然後呢 再來直接按確定 他就會產生一個按鈕 不過因為按鈕上面的名稱 叫按鈕1 所以我們為了方便 直接就把它改成手機好了 OK 複製 把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在按鈕1上面呢 再點他一下 如果他有出現八個端點有沒有 表示在設計模式 這個時候不能按 只能編輯 所以把這個改一下 那如果你要按的話 請你點旁邊一下 他就變成執行模式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按下去 就有了 OK 你不能說有那個設計模式在那邊點 老師為什麼不能點啊 因為設計模式不能點啊 OK 你說老師那怎麼把它變成設計模式 很簡單按右鍵 有沒有按右鍵就是設計模式 你按右鍵就可以重新再調整大小 有沒有 然後可以再改次啦 點旁邊就消失了 大概是這樣 再來就是清除 所以再一次 所以這邊再點一下 然後這邊再拉一下 有沒有 大小就好跟他一樣 然後把它點這個清除 所以執行他 那名稱的話把它複製一下 按確定 那並且呢 把原來的按鈕2 把它改成清除 這樣OK 然後再點旁邊一下 因為現在是設計模式嘛 所以你怎麼點他都不行 點旁邊一下 然後再點清除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這樣就蠻輕鬆的 所以你看每天就哎呀 是不是就OK了 對不對 所以太多了 回去真的可以太多可以玩的 只要你以前是寫公式的 你通通都可以把它轉成 function VBA的 function 或者VBA的 sub 這個就由你自己來決 看你哪個比較方便 OK 然後最後還有一件事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寫了很 寫了幾個 寫了三個 一個 function 然後兩個 sub 那如果你有VBA 寫在裡面的話 記得你存檔的時候 強烈推薦你 可以直接把它另存 那檔案格式的話 建議是直接存 第二個 有沒有 如果你存錯的話 比如說你存第一個的話 跟各位講 你的聚集 就是你的VBA模組 就會全部消失 而且就不回來 所以特別注意 那所以乾脆直接跟各位講 直接選第二個 啟用巨型的活躍簿 那它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的副檔名會是這個 XLSM OK 把它存檔一下 你說有什麼差別 你將來直接把它關掉 直接再打開一支 你會發現 它就是 這個看好像看不太清楚 把它大圖示好了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原來是長這樣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剛剛存的 XLSM 然後有沒有發現圖示 多一個什麼 對 驚嘆號 這個驚嘆號有表示說 它裡面有層次 OK 所以你把它 再來還有第二個 因為裡面有層次 那以前有發生過 像聚集病毒的問題 很久以前 你們現在應該沒有發 因為有這個東西之後 有這樣的方式 它基本上 會出現一個啟用內容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說老師 為什麼我點下去清除呢 它就不walk 而且會跳無法執行 然後明明我有存起來 而且我看都看得到 為什麼不 其實主要是這個啦 有沒有看到 安全性警告 已經停用 有沒有 所以它就是什麼 然後一律就不讓人家 不讓你跑 除非呢 你按一下這個按鈕 啟用內容 有沒有發現 然後你再按清楚 就可以work 不過我記得好像你開 按一次啟用之後 你只要把它存過檔之後 好像之後就不會再出現了的樣子 所以你第一次記得一定要點 之後好像就不需要了 OK 好啦 請各位再試一下 剛剛我又增加了這個開發人員 把這兩個sab插入兩個按鈕試試看 記得直接乾脆存檔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